三十三战 三十一胜 他的KO比率是 百分之四十五 也就是在舞台之上 他有一半的可能 可以KO对手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期待 这场世纪之战 但是本场比赛的是裁判 唐洪涛 Ready Ready F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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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hang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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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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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俄媒传奇 这是一场高手之间的较量 中方是阿迪萨亚 南方呢 卡尔 两位顶尖高手 而且都是肤色一样 对 这阿迪萨亚呢 中国的观众应该很熟悉了 阿迪萨亚呢 阿迪萨亚呢 在世界战力格的排名的一直在前十 他的成绩呢 几乎是全胜的成绩 为什么说几乎是全胜的成绩呢 他曾经在和马库斯比赛中 曾经被人黑哨 给人输过一场比赛 其他所有的比赛呢 都打得非常好 并且呢击倒率特别高 而这个他的对手 蓝风选手卡尔呢 呃 绰号手臂终结者 曾经呢 连续扫断多位选手的手臂 让对手弃拳 两位高手之间的对决啊 这阿迪萨亚呢 呃 战胜过不少中国的这个高手啊 对 包括诺尔拉 牛小强 清格勒 郭强等等等等 一大批中国的汉将都败给了这个阿迪萨亚 嗯 呃 那卡尔呢 正是利用其凶狠的扫踢啊 曾经把中国的散打名将 把白锦斌的手臂给提伤了 而且李宝明 呃 等等一些 呃 中国的一些比较出名的选手啊 呃 跟他比赛当中啊 都被提伤过手臂 嗯 嗯 阿迪萨亚呢 呃最近呢 又开始开拓了另外一个战斗领 就是开始打MMA 呃 技能打战利用打MMA 在不久前的另外一场合 没传奇比赛当中 他战胜了中国的MMA名将宋克南 这是他的MMA首秀 呃 也曾经不久前传出一个说法是 呃 他不久之后会进军UFC 那场上看还是 卡尔你看他利用自己的身体 身体啊 完全进 然后进去之后 立马用自己强大这个扫踢 嗯 你看 卡尔很聪明 刚刚这个接腿的时候 很有可能会被阿迪萨亚 拿后手给反击 所以其实是一个主动倒地 是一个利用规则的 保护自己 对利用规则 嗯 两个选手都是很有经验啊 啊 阿迪萨亚的报价一直是很松弛啊 这个双手一直不是很好的保护在自己下巴的两边 是一个善移动脑筋 利用自己身体特点的一个选手 嗯 左右式都可以打 对 而且他身高呢有优势 他这个身高的优势呢 一般选手呢很难进来 而他的前手的刺拳 我们过去也见过 前手的刺拳 直线进攻 既有进攻的力量 又能够干扰对方 嗯 你看变线踢 哎呀 肌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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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还能站起来吗 看啊 5 3 3 啊 这拳很重 很重 阿迪萨亚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果然是啊 一个组合拳 一个 这个地方 脑子 有点 那是 зд 那这么多 嗯 是 就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